爱的味道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人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我只想紧握着双手 咖啡时间到 慢凉啊 可以吗 这边再平一点就好了 大学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申请歌大研究所 歌大研究所 小王和你梦想不是一样吗 你跟我学我啊你 谁学你了 我作证啊 还真不是学你 我很早之前呢我就知道 他在搜索歌大的所有的资料 你怎么会选择歌大呢 我以为你会去创新派的伦敦呢 别看我外表那么洋气 其实我内心很保守 那这样吧 我们就第一个目标 我们三个来征服世界 你呢就写你的建筑情书 我盖我的摩天楼 正巧来你呢 我见风车咯 这样吧 你就创造你的历史遗迹吧 过了几百年以后 我们都不在了 你的历史还在 这样的话 我们的名字都留在了历史 还是很厉害的 郑小蕾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歌大吧 歌大 好 我努力 好 和我们一起努力 向歌大出发 干杯 干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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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美感 都是要必须基于当时的这个时代 也有一些 一些艺术的等等的一些集合 这样懂了没有 好亲切啊 太棒了这感觉 郑磊 吴教授 这么巧 吴教授 什么时候从上海来的 刚来没多久 教授 我是宁小萌 宁小萌 很高兴你还记得回来看我 教授当年那么照顾我们 我们当然记得了 你 郑磊 还有赛俊 可是我最骄傲的三剑客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 你们三个人 哪个人先盖出一个 新的建筑作品的话 就来找我领赏 教授 那宁小萌同学 很快就会找你领赏的 是吗 报告教授 我刚刚进了上海 奥斯顿建筑事务所 恭喜你啊 小萌 没想到你们三个人最终 竟然是你成为了建筑师 谁让他考上了 各大的研究生呢 现在实至名归嘛 正蓝 你也不错嘛 是个空间规划师 又在经营古董家居店 也挺符合你的爱好的 对不对 我现在挺满意我自己状态的 倒是那个赛俊啊 真的是挺自由自在 什么都抛下了 跑到屏东开了一家小民宿 管不住的 冲就还是管不住啊 有的时候我在想 人生的因缘忌讳 还真是挺有趣 就像是一条河 也不知道 它会流向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 它会跟什么河交汇 更不知道 它会经过怎样的风景 不过呢 最终 它还是会流向 它该去的地方 对了教授 您不是要找 在俊设计新的教学大楼吗 是啊 在俊是有才华的 我相信新大楼 在它的创意下 肯定能有一个 全然不同的风貌 它刚刚来过 你们没见到它吗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其实每个老师呢 都希望自己的学生 在学习领域上 有所建树 有所成就 但是每个人不同嘛 但是 是我了 好了好了 别想了 走吧 都没变啊 都没变啊 没想到当年 来这里念书 却既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不是你的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张磊 你和赵俊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回报你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回报你 我都不知道 还不是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在这一切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 我都不知道 飞呀 一个午后 看如世界溜走 好 我们很快 上街的街一转弯 梦弹起我们的感动 快乐的花边楼楼 在山下上仰望天空 在房间里心上 彩虹和你一起梦游 梦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吗 那 那天装睡觉 吓我了 谁吓你了 每天都捉弄我 谁 捉弄我 一天到晚就捉弄我 你觉得好玩吗 你吓我了 玩玩玩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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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你干嘛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 一起来吃饭啊 那我把你开始吃了啊 老爸还有几个等待会儿呢 好 来 来 苗苗 来 吃鱼 长脑子 吃啊 庙里台风目前中心位置 在台湾南方海域 预估明天将从恒春半岛登陆 目前南部各地风势 都有增强的趋势 怎么隔了八年 台风都没有变上 台风都快变成台湾的名产 啊 民宿的水还没退 又来了个妙力 老爸 老师说明天可以带肉包去学校 那台风这样怎么办呢 没事 明天店里 玩一个超人大爷爷 一起送你上学 好 放心吧 耶 好 大家 别人 吗 公司 白 没 就是 得照 就是 喵喵 快 你带什么来了 天竹鼠 天竹鼠 好可爱啊 喵喵呢 肉包 肉包 小猫咪对不对 还有薛婉金带什么来了 小兔子 乖 小兔子在睡觉 乖乖 今天让大家带自己的动物来学校 除了要让大家认识动物之外呢 最主要的还是要告诉大家 照顾宠物要有始有终 绝对不可以抛弃它们 被抛弃的宠物会很可怜的 大家知道了吗 知道 好棒 看看 它叫什么名字啊 咪咪 咪咪 它怎么了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这是法刀者的那个 正来 嗯 等会儿我们一起去接妙妙萨克好不好 可以啊 我听体育老师说你身体不舒服 现在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就只有一点没力气 那老师打电话叫你的家人来接你 好不好 不用了 马上就放学 而且得地回来接我 好吧 那你在这边睡一下 沿纸 妙里台风渐渐逼近在台湾 目前南部各地已经开始飘起潮雨 肯定避具檐防强风好雨 大太阳的 怎么还下雨啊 排风天嘛 就这样 慢点 妙妙 你慢点 我先走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人呢 会不会是打扫卫生耽搁了 走 我去看看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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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我们来见妙妙 妙妙不见了 老师 我刚刚去了秘密基地 没有看到妙妙 怎么会这样 她书包还在 她下午跟我说她身体不舒服 叫她睡一下 几乎她人就不知道 跑哪里去了 她会不会是出校门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见了 不会啊 书包都在这里 老师 让妈不见了 她会不会去找妙妙了 喂 怎么办 现在有人想找吗 还没闪口 还没闪口 到底能找啊 赶紧的 下午就出发 我找大家一起来当松秀队 我找大家一起来当松秀队 我 我 是怕那个妙妙不见了 我们家伯伦没人可以欺负 就搬上学了 谢谢 不客气 大家都是邻居嘛 邻居 好好好 那太好了 有这么多人来帮忙 一定可以很快找到妙妙的 是 是 那我们赶快来分一下组 美秀 甜心跟保罗 你们三个人一组 好吗 好 再去 郑蕾跟小萌 你们三个人一组 好 珠珠 你留手 好吧 雅琴 你跟那个牛妈妈 她们一组合吧 好 好 我这边准备了手电筒 对讲机 雨衣 雨伞 大家都准备一下 好 好 好 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 上路很滑 一定要注意小心 好 好 雨伞和雨衣穿好了再出去 好不好 来 分一下分一下 全合够够 雨衣 雨衣 还有雨衣 好好好 好了 好了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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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喵喵,聽到沒有 喵喵 喵喵,你在哪裡啊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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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多小心一點 喵喵,雨好大 你快回來吧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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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答應醫生啊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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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苗苗了 苗苗 苗苗 快快快 这边这儿了 苗苗 在这里 找到了 苗苗 苗苗 找到苗苗了 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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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过来啊 苗苗 有没有事 没事吧 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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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找到了 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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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苗苗 苗苗苗苗 带俊 你也一晚上没有睡了 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 来 醒了 老爸 曼曼 你醒了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老爸 肉包呢 肉包没事 他在家里 你啊 只會顧著肉包 也不顧一下自己 老爸 對不起 好了 沒事就好 喵喵 喵喵 你醒了 爹地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肚子餓不餓 餓 看看帶來什麼啊 爹地 美秀阿姨給你做的粥 我來餵她吧 慢慢吃 隨便吃 阿姨幫你擦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西饭好好吃哦 好吃吗 妹妹要是喜欢的话 阿姨回去学着熬给你吃好不好 阿姨 你好温柔哦 好像妈妈 我昨天好像有梦到妈妈 妹妹是不是很像妈妈呀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过她 不过我有她的照片 好 妹妹怎么了 准备好一样 没关系 你不要动 阿姨给你抓 是这里吗 在右边一点 这里啊 上面一点 这里吗 好舒服哦 还有什么地方阿姨都给你拿 谢谢阿姨 那要不要想妈妈了 小冯就回来了 你也不反对 真好 解大欢喜 张哥 你还没有原谅小冯 只要淼淼开心 我有没有原谅她 也能不重要 这么说 你是不反对她们相认了 嗯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淼淼 超人阿姨 其实就是她的亲生妈妈 等淼淼的病好了吧 我会找个机会告诉她 好 好 张来 带君 我谢谢你们这八年来 对淼淼无私无回的付出 我也谢谢你们 允许我和淼淼三人 我有些话想对你们说 小冯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嗯 既然我要跟淼淼相认了 淼淼也耽误了你们太多 我请你们答应我 把淼淼接回上海 让我们母女团圆 也让我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小冯 你怎么就突然做出这个决定了 不 你要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啊 很多事情不能那么着急的 饭要一口一口吃不能急的 张来 这是我很多年的期待你知道吗 我真的每天都想摸摸她 每天都想抱抱她 我明白 我明白 你说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 你要考虑我们的感受 你要考虑我和蔡君 好 就算你不考虑我和蔡君的感受 对不对 那你考虑淼淼吗 淼淼心里怎么想 她在肯定待了八年了 这突然就要走怎么办 她不习惯怎么办 正来 你知道 那 林晓鸥 你是以为把你收好了 你可以走了 来呀 蔡君 你这样好吗 要不然怎么样 就看看她把女后带走 这 这太晚了 她一个女孩 她就是个陌生人 她叫什么 她是个陌生人 她叫什么 她叫她 我说她是个陌生人 这的陌生人 这的陌生人 这叫陌生人 她不是这样子 她叫她去 那国家 我给你购物 你购物 就这样子 行养着催水 才那重要 我去购物 你购物 你说话呀 我说你们能不能 不要为点芝麻大绿豆点的事 就吵起来 我还几套下八年 这不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是你自己同意 她跟面白相认的呀 我后悔了 我就不应该让她见尽妙妙 你看到了 她不但要上任 还想把她们带走 谢谢你 别别秀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怎么会把事情搞成这样 郑雷似乎是原谅我了 但在军 要不然怎么样 就看看她把女儿带走 这 这太晚了 她一个女孩 她就是个陌生人 我们三个人 再也回不去了吗 林小萌同学 这里的气候比较潮湿 夏天很热 但冬天还好 我们不下雪 你可别带一柜子外套过来 而且我们的夜市很好玩 夏日的时候 我可以带你去逛街 你一定会买到你喜欢的衣服啊 所以留下空间 在军 左在军同学 你可真逗 我又不是开服装店的 哪有一柜子衣服可戴啊 你说得对 留一些空间 无限想象 空间是一个迷人的自言 我期望自己的这一趟台湾行 能够有空间不断成长 我觉得变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没有人可以活得比昨天年轻 但是不断成长的人 每一天都可以比昨天丰富 谢谢你这阵子不厌其烦地 为我做潜心辅导 未来的日子也请多多指教 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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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上海双年展的票 你找我看展了 不是 是我同乡一小学妹 她想找她 我懂了 那交给我吧 谢了 这样我就好交差了 好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我就知道是你 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我能感觉到你走过来 你是不是熬夜了 你怎么知道 你看你那脸 我给你那维C你吃了没有 吃过了 放心吧 你肯定没吃 我吃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拼啊 你说我不拼 我怎么考得上各大营专所 而且说到拼 你好像比我还拼吧 你就等我那么一下上 你就看出看出了 我这等你没事干嘛 而且一千多看五分钟 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十分钟 一年就是一千八百分钟 就等于三十个小时 还等于快两天哪 所以说郑嫂蕾 你的一年就比我们正常人 多两天是吧 这说明我生命力顽强了 这是我爸告诉我的 你爸说什么 我爸告诉我 其实人世间呢 很多事情都不是非常公平的 但是有一样是特别公平的 时间 每个人每一天 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如果你抓住了它 就是黄金 抓不住它就是流水 好了 教育你完毕 走了 上课去了 走吧 你比较了 谢谢你 今天吃VC啊 你刚刚在宿舍忙什么呢 我台湾的学霸回信了 还给我发了照片 说回到机场接我呢 那很好啊 对了 我一直想问你 你干嘛非要去台湾啊 我有想寻找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什么 人生多点经历 你生命才可以吩咐呀 我们多出去看一看 以后设计起来的建筑 肯定会不一样 这不是很重要吗 听上去 有道理 这给你 这什么 上海双年展 我 我 我们两个去啊 我室友的小学妹 长得可漂亮啊 她约你一起去吧 你赶紧把票还给别人啊 告诉她 生活费不易 不要拿来换成这种 你怎么这么没劲啊 就知道会这样 你都知道你还给我 那人家小学妹挺喜欢你的 我当然要帮帮她 传达传达她的新颖 吃你苹果王啊你 以后我又不帮了 每次都这样 你看 这几书我们台湾的学伴 师长挺帅的 戴个墨镜 看不清啊 可没我帅啊 我看着就挺帅的 你是不是嫉妒人家比你帅 这男人啊 什么叫帅 要有味道 你看我问我有味道吗 是有味道 很臭 除了这味道啊 还有有症 我知道 我们郑小蕾不尽有脑 而且起格也比别人重 什么意思 我又不胖 为什么 你想啊 正蕾 蕾字就比别人家 剁三个石头 不重才怪 什么是重啊 这说明稳重 明白吗 我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啊 这长得特别像一TVB演员 上次老师说 那个论文什么时候讲的 好像是先 我来吧 小心点 出发喽 走吧 等一下 快了 喂 爸 萌萌 出发了没有啊 现在要去机场了 好 到那儿好好学啊 爸爸祝你一切顺利 爸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如果缺什么东西 打电话回来 爸给你寄过去 好 那你注意安全 注意身体 保重啊 爸 走吧 我亲爱的室友们 上来吃早餐了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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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很香吧 海鲜玉米粥 来 现在闻闻味道 你太贤惠了 幸好你不是女人 要不然 你就嫁给我了 我要散了 我肯定要娶你 你就今天 你不要去郑蕾的 你怎么什么愣住啊 那你觉得我 今天吃他的东西啊 你呢 你不天天也吃他的东西吗你 那 那我洗碗了 你什么都没做好不好 是吧 郑蕾 不 你就说吧 你 你会做什么 我有说不会 我一说出来 我怕我都吓死你们 吓死 我好喜欢为你吓死 什么台湾 所有最好吃的角色 我要怎么不会做 都会 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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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到处做一点 你没有做 我很期待 其实 等着 我们就等着了 说好了啊 怎么样 有点好吃吧 好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当建筑师 各位同学 你们有认真想过这个答案吗 因为这个答案 关乎你们未来求学求职的态度 告诉我 为什么要当建筑师 宰俊 是不是你爸爸叫你来 你才来的呀 不是 我想做建筑师 是因为我喜欢听音乐 对 好 你说说看 有人说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而建筑就是宁布的音乐 他们两个 一个是听觉的感动 一个是视觉的冲击 我喜欢他们是因为 他们同样都有理性的美 他们讲求将力 比例 和素材 但同时呢 要呈现感性的美 如果说 音乐是音乐家 给世界写的声音 那么 建筑就是建筑师 给大地写的情书 我想要做那个写情书的人 不错 不错 那 你想写什么样的情书呢 我想写一封温暖的情书 我认为 上帝创造了人类 但是是建筑师创造了家 那是什么 建筑嘛 就不应该是冰冷的钢筋水泥 而是应该充满感情的 它的每一个细节 都应该体贴人类的需要 要考虑大自然的和谐 让天地人都感受到那种温度 那这样的建筑 才是可以让人一读再读的情书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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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在郡的答案 其实很接近我心中所认为的 建筑师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也就是要用宁静的心 去倾听大地的声音 让天与人交融 地与人相依 把人文关怀放在胸怀之中 最后各位 才是去追求艺术的美感 很好 很好 你去哪儿 我随便看看吧 那我找吴舅出去了 拜拜 一会儿见 拜拜 假带俊 我很期待你那份 暖暖的情书 你干什么 林小梦 你太恶心了 大庭广众底下 你跟我表白啊你 谁跟你表白了 我那些话说来虎教授了 这你也相信 过分 蔡俊呢 左董说了 要你把这礼拜时间空下来 陪几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去聚餐 林秘书 不好意思啊 让礼拜跑一趟 你告诉我爸 说我现在还是个学生 我也不会说那种场面话 跟那些大老板吃饭啊 会丢脸的 是 你知道啊 以后没浪费时间来找我了 要告诉我爸 说 跟我读完大学家说吧 好吧 不是 走啊 你 乖 乖 乖 你干什么 走 就回不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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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等一等就过去 谁不是 谁谁又怕气 只为心底 那句话冒不停 说我爱你 我爱你 爱情像花火美丽 探空了所有难题 手牵着你 我就不畏惧 原谅我 回过人心 用过我所有力气 甜言蜜语 旧火相续 爱情 是不归的旅行 旅行 是有你的风景 让我爱你 让你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